好,大家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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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線上的法師還有居士法友們大家好 非常榮幸這一次受邀 來跟大家分享人群長老 他的正覺之音文集 大家可以看到講義嗎 看得到,師父 其實我們的老法師 我們習慣都稱他老法師 因為他在世的時候 在彼此聊天的時候 或是稱呼長老都稱老法師或是長老 他的文集其實有一個網路的電子文庫 那這個文章就是從那邊摘錄過來的 那這個文章呢 是長老1957年發表於海曹英 收錄在第38卷8月號的 這一個起刊雜誌 在他年輕的時候他就知道這個世界要能夠和平 人類人之間要能夠沒有紛擾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去除我之 所以他這篇文章的主題呢 是課生命之職成生命之德 也就是我們人類啊 特別他在談這篇文章的 的一個 的一個角度 是從人類的一個角度來來談 那人類他就跟一般的友情一樣 有這個種種的執著 但是人類他有特別的地方 他能夠圓滿 這一種人類的特德 情勇意念跟伴恨 或者是般若 慈悲跟這個 菩提 菩提信願等等 所以就希望藉由這篇文章的分享 讓大家能夠知道 怎麼樣去減少 人我之間的紛爭 乃至於 因為我們的事件 然後能夠減少這個世界 國為國之間的一個紛爭 慢慢去影響 好那 這個奉我們的國慶法師之命 其實人靖長老的這個思想 我們的同性男人若的助詞 國慶法師他應該是最熟悉 那因為他 他人很客氣 他說是網路 這個課程呢 他可能比較不熟悉 所以希望由我們 幾位來代表 來分享長老老法師 他一生當中 給予我們的這個開示 那這一篇文章呢 他雖然短短的 但是他很有結構層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科判表嗎 應該可以啦 可以看得到 師傅 在這邊文章呢 基本上 按照老法師的分段是五段 但是呢 在我們這個消化之後呢 他的第3 大第3段 跟第4段 可以結合為一大段 就是 關於 這個 職 我們 人的種種的職 他 職片面之正 因為我們人也有這一種 折善固執 但是若職片面 他其實會造成 種種的災難 所以 就是 老法師這篇文章呢 可以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個呢 他談生命的組成因素 以及我們這個人 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他認為 這個世間的 這一個 禍根福 跟我們 到底 有沒有展現這一種 克生命之職 成生命之德 很有關聯 所以 只要我們能夠 去奉行 老法師對我們這個 開示 克生命之職 成生命之德 那 他認為這個世界 他能夠達到 清淨 達到 和樂 所以他先 先 點出 標題當中的生命 那 他的一個 內涵 他的組成因素 為什麼這個生命 我們要去談 這個課題 因為他跟我們的 這個 禍福 這個世界的禍福相關 再來呢 導 不是導 這個老法師呢 進一步 點出 這個生命的組成要素 其實是中性的 就是受暖事 但是他為什麼會造成這個世間的這個禍福呢 其實是跟他 他的文章用這個生命的內涵 那我們的生命內涵呢 根據老法師的一個開示 就是 這一個 以恒行意 的這一個 煩惱心理為生命的內涵 但是恒行意的這一個 這個煩惱心理呢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 我煎 我愛 我慢 還有無名 就是煎愛慢無名 就這四個 這個四個 其實就是我 值的 不同面向的一個開展 所以老法師很清楚的看到 在佛的開示當中呢 我們怎麼樣去 達到世間的清淨和樂 就是要去 破這個 執著 那其實我們修行 要這個超凡入聖 就是要去破我 那 老法師他用 這種淺顯的白話文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我們除了要達到自己的解脫 我們更要 這個 留意 這個世間的清淨和樂 所以他先點出我們生命 的一個 恒常活動的一種煩惱心理 就是這一個 因為他是一個恒常 在我們還沒達到解脫 他永遠都在活動 一直在活動 所以我們生命本質就離不開這個 值 但是呢 其實這一個 這個值 他其實可以讓他朝這個 正面的方向去 去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這個 折善固執 然後在相對的比較當中 從相對的正 不斷的擴充到 這個 無限的正 那其實這個生命就能夠進化 那也就是去 去減少這個我值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 去 去堅持 去奉行 這個 無限的正 然後呢 去去去除這種片面的 值這種片面之正 因為值片面之正其實沒辦法 但我們 達到這個 世間的和樂 好 那 講完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 道理之後呢 那 這個老法師就 接著 從這個 最後這一項當中再去開展演繹 值片面之正他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造成人類的對立 那再來呢 在第2 第2個部分就是造成國族間的 殘害 所以 這個結構非常的清晰而且很有層次 好那 這一些都不是我們要的 對嗎 這個對立 壁死傷害 國族間壁死傷害這都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 那造成這一些就是這個值 特別是值這一種片面 的正 就覺得自己是對的 自己所信仰的等等 所以最後 老法師說那 那 如果要達到這一種 世間的和樂呢 就是要這個 去克 去對峙 這個值 然後呢 去成就 我們應該 人類所 所有的這些 這些 德 這些道德 去圓滿這些道德 好那大概 老法師的 文章的結構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 好我們接著就來看老法師的 的文章 好 那首先是導致老法師先點出生命組成要素就是 受暖事 受是生命的死線 暖是生命的熱 的力 那事是生命的當體 也就是他的一個主體 那 這個暖跟熱呢 都是支持這個事 當這個暖 受跟暖 他這個沒辦法支持這個事的時候那這個生命就 就結束了 那是 按照為事的一個理論那是就會 去 去形成就是會會有新的一個 生命 的一個 延續 或是形成 好那 在時空中不斷的補充熱量 而活力 活動力最普遍最強大就是人 所以老法師其實他也很重視人 在導師的人間佛教的演講 篇章當中 有很多都是老法師記錄的 如果大家有 有空 去看 人間佛教論集 裡面好幾篇文章是老法師 記錄的 好所以他在這邊也強調 是人 人類的 生命力的表現運用 無時無時無地不遇時間的 霍福之亂相關 好所以 也就是因為這個 因素所以老法師 要來談這個問題 那霍福相關 那這個生命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有什麼缺陷 那怎麼樣去改善 好那這個是 老法師 先 把這個 這個問題意識 還有這個主題的重點 把它提示出來 好那 接著就是談到生命的 內涵 還有他的進化 內涵這邊老法師用的語詞就是我見我愛 我吃 這個見愛慢吃 吃就是無名 那 下面有一個角度大家可以去去看 這個其實 說來輕鬆他其實內容滿深的 那這個 讓大家繼續參考 老法師說這就是恆行義的煩惱心理 在我們這個 精神的活動當中 按照為事的 一個教學 那有一個 叫做恆行義 他也叫染污義 那他 很常 跟這個 四種 煩惱心理 災洗 這是四種煩惱心理 恆常伴隨的 這個 恆行義 好那這個 老法師接著說恆行義不但是生命的支持者 我們這個 這個身體呀 為什麼跟活人跟死人 會有不同 活人他不會 腐壞死人會 因為 我們 活著的時候 他有一個 恆行義在支持者 所以他是生命的支持者 然後呢 又是前六世的 灑然 所以 也是我們這個認識活動呢 就是有這一個 恆行義 為 這個 生起的一個 遺址 其實就是 一根 一般我們講的一根就是這一個 恆行義 那我們的意識 那我們的意識 是依著這個意根 而起嘛 那意根是 雜染的 那我們認識 當然就是雜染 所以 所以 生命的本質 即 離不開 這個 染質 那與質相應的 生命就 無往而非之 就是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恆行義 他支持 這個生命 然後又是我們認識活動的一個 一個 全員 那 所以 他是 這一種 雜染的 所以這個認識活動也是雜染的 也就帶著質 那再來 這個老法師說 一無限的正來 進化生命 那這邊老法師提到 從肯定的認識上 給予全力支持 也是一種 值 值就是一種堅持 那三二邪政的分也 無不失職 他就是一種 堅持 他可以有這個 正向的 但是 絕大多數都是比較負面的 所以 老法師 特別去提到 他其實有那種正向的 這一個 的一個 面向 那我們去發展他 所以他說呢 那人類知道 值守某些好的 去掉某些不好的 倒是靈敏 會變的 表現 那堅持 批血入正 從正與正的相較 了解 正的內容還有偏差 一般我們都是 這個堅持 片面的正 但是 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 相互的比較之中 其實就是最後 所說的去去學習 別人的優點 慢慢慢慢 去了解到 我們所堅持這個正 其實還不夠 圓滿 還不夠完整 所以了解這個 這個正 也就是我們所堅持的 這一個 道理 還有偏差 那才想 抖守 精神 進入中正 去 那這個中正 可以理解為 就是 這個 去 中道 佛法的一個 中道 好生命的進化 充實圓滿 全憑無限的正 這個無限的正 就是這個 中正 中正 也就是圓滿的 去襯托他 促進他 提高他 所以 怎麼樣去 去 去進化 按照老法師的 這個文字的提示 若用 阿漢經的術語 就是去實踐 發正道 去實踐 發正道 那最後呢 他這老法師說 執著一面的正 曲解或抹殺 其他的正 這最多只能養成偏正 促下的性格 絕不能 直抵 究竟 中正的境遇 那究竟中正的境遇 就是 圓滿 可以理解為圓滿 的 的 中道 或者是 解脫 可以可以這個最究竟的這一種中正的境遇 就是涅槃解脫 可以這樣子來理解 那接著呢 老法師就 就進一步去去開眼 就進一步去開眼 只偏面之正 他所產生的這一種 實際上的災難 苦難 第一個就是造成人類的對立了 那人類都 各自治理 而彼此 鬥爭的嘛 那 這邊 老法師也有談到 就是說在 這某些 層面上來講 這一種 各自治理 他其實有一種 相對的 的一種所謂的正當性 比如說在這邊他說 真真為真高地 正在護教味道的立場 實不得不然 但是呢 他提醒我們一味的真到底對自家文化 有什麼補助呢 所以自家德行 德性有的增進 這是最值得檢討反省 其實 相互去理解 然後去去吸收 對對方的優點 那這樣才能夠怎麼講 這個 這個 從正與正的相較中 瞭解 目前我們所 這個堅持的正其實還有偏差 慢慢慢慢去 去去修正 然後達到這個 中道 達到 滅盤解脫 好那 在造成人類對立這一部分 呢 那老法師 這邊還 特別提到一點 就是 從法理的整體性 左眼就是法性 法性本來是 普遍無外 但是從事項差別 來看呢 就升起 複雜的 之間 那這複雜之間呢 老法師這邊提到 是經過無實的分別 細論 有勳成固定的個性 這也是維持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教學 我們這個釋 是無時以來就 就受到這個 分別細論的 渲染 那 形成這一種 錯錯誤的一種 見解 這種固定的個性 就是 只是帶著錯誤的見解 所見的理也只是複雜之間的一分 或全與法性相違 那 也就是都是帶著錯誤的 乃至於完全的錯誤 好那接著 老法師說 因之間不同 引起理論的 爭 變 為求理論統一 而為事項的統一 就升起 以理克里的觀念 以理克里就是 要毀滅對方的一個理論 好那 在 在最後這邊 老法師說生命力 思想力 一走在這觀念上 這是什麼樣的觀念 以理克里 就是 堅持自己 還是對別人都是錯的 那這惠命生機 變當下 斬絕 所以 這個是沒辦法達到這一種 智慧的一個掙扎 好那 在最後這一段 他說呢 內在充滿 以為大眾所必須的理論 自家情建 你要去把握去追求 若你 不去 把握 這個真理而要去 去毀掉這個真理 那其實就是 越來越 這個 我執深重而已 應該是要 講到這 應該是這一個道理了 好那 再來就是 國主之間的 殘害了 那這邊 導師有講到 兩個 一個就是 我執 那一個是 法執 法執就是 對自家所信的真理 擁護到底 對其他真理 一概謀殺 那 這一個 那我執就咬定這生命來源 又是歸宿 那這就是 我執 這個我執是戰爭的根本 法執是鬥爭的主因 那老法師在文章裡面用兩種針 戰爭用這個針 鬥爭用這個針 那這兩種針呢 他會相互的引發 而造成 世間的這個災難 然後呢 但這兩種針呢 又是以這個理 作為他的一個後盾 所以 老法師在這邊 在描述 這這這彼此之間 他的相互作用還有他們彼此的主從的一個關係 那 就是 這樣的一種 生 就是會造成生命跟生命之間的一個 廝殺 然後 一直不斷的重複 出現 這一個以命強命的殘聚 那 在這段 老法師說人的歷史總是從 真 這個 真就是這一種 法執的真 與真 這個就是我執 的這種戰爭 終於 向前 推移 推移 無數生命移植 而犧牲 掉 不變理智因此 而埋滅 所以 欲為人類 求真出入者 急於於此 放款式 就要急著 把我們這個 心眼打開 不要 堅持 堅持 自己 的道理 而去 毀滅 他人的道理 那最後呢 老法師說要 克制以成德 那就是 他 他認為呢 這個各種文化啦 去去讚揚自己的文化 這態度 是對的 但是呢 一個虛心 吸納其他文化的國家 或是個人 對本國文化內容 及民族活力 反義 健充實 反義健充實 就是 會變得更充實 那這邊就舉這個佛教 對這個中華文化 可以 產生一種 正面的一個 幫 正面的一種幫助 好 那 最後呢 老法師說生命之子是 冠中一切文化 的這個 脹壁 剋除他才能夠 成就通體 揮闊的生命之德 所以 他希望能夠 成就 通體揮闊生命之德 這樣子 才能夠達到世間的和平 世間的和樂 好 那今天就 就 依著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老法师对于这个世间 怎么样达到清静和乐的一个开示 希望以上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明科佛 不好意思因为这是第一次举办 原来应该要有一些讨论 但是时间文章也很深 所以需要多一些解释 希望未来还有这样的姻缘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老法师的智慧 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存佛道 皆共存佛道 感谢亲自 感谢